女子突然被人关在房内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陷入疯狂 危机时刻 关键一击能否安全解救人质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千钧一发的生死营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鄂 银路牛奶加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2020年10月10号下午5点05分 甘肃省庆阳市的街景平台 接到了这样一个报警电话 什么叫圈在房子里头出不来呢 出啥事儿呢 警察马上就赶到了报警人所说的地点 那现场的情况让他们很意外 前对象往门堵住了 这是为什么呀 从办案人那儿呢 警方了解到被关在里头的女孩叫小庆 1997年出生 24岁陕西人 这个叫段小安的呢 就是他所说的前男友 1984年出生的 比小庆大了13岁 庆成本地人 据说那天下午呢 小庆原本答应要给朋友送个东西出来 可是突然呢 就被段小安关在房子里头出不来了 他就说段小安把他那个锁在房子里面了 把那个钥匙扭弹了 又把他关起来 不让他出来 听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会说了 难道是这两个小情侣闹矛盾了 可是一般的矛盾也不至于这么激烈呀 这里头的内情 那就复杂了 当时警方呢 也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隔着门向里头喊话 让段小安赶紧把门打开 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为什么要这样呢 可是不管警察怎么喊 段小安在里头就是没反应 而就在这时候 小庆呢偷偷的给朋友的手机上发来了一条求助信息 正是这条求助信息 让警方的神经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段小安手里有刀 在场的警察一下子就感知到事态的严重了 而在微信里头小庆还发过了几张室内的照片和视频 更让人感到不安 在视频当中呢段小安正守在房门口 确实呢有一台冰箱堵在门口 门把手呢也被段小安用窗帘呢进行了固定 看来事情呢比想象的还要危急 得赶紧想办法救人 门被段小安封死了 警察呢只能寻找别的可以进入房间的入口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对段小安和小庆的关系 进行着更为深入的调查 可是这一了解吧就更疑惑了 事情似乎不是他们两人的矛盾那么简单 事发一个多小时之前 当天的下午3点40分 派入所的警察啊曾经处理过另外一起突发警情 而那一起警情发生的地点呢 也在这栋劫持事件的这个大厦里 受伤的是一名男子 名叫李成 医生检查发现李成伤得很重 背部有两处明显的刀伤 而且伤口很深 光天化日之下 是谁把李成伤成这样了呢 可是当我问到这个呢 李成的反应却很奇怪 问说谁痛伤这个不说 不说谁痛伤的 当时可能还有一些顾虑 思想是有一些顾虑 顾虑什么呀 李成是害怕什么吗 由于李成的伤势比较重 医生呢需要立即对其展开治疗 当时警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和谁都没想到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同一栋大厦里头 就发生了小庆被劫持事件 同一栋大厦这么近的时间 连续发生两起重大警觉 怎么会这么巧啊 负责现场指挥的警察 不得不怀疑了 难道这两起案件之间 存在着某种关联 他们安排人员调取了 案发大厦的这个公共视频 果然发现了很蹊跷的一幕 那天下午2点40分 一辆白色轿车 开进了大厦的这个地下停车场 下来了一名男子 他就是段小安 当时呢他上了电梯 去了小庆的住处 而在段小安进去 仅仅45分钟之后 另一名男子从大厦里头跑出来了 只见他慌慌张张的 这手嘛还不自觉的摸了一下背 他就是李成 段小安和李成 这一前一后一进一出 而且看得出来 当时李成已经受伤了 联系之前小庆发来的短信 说段小安手上有刀 警方怀疑 难道李成的伤 是段小安造成的 而这个时候呢 房里的段小安 也给现场指挥的这个警察 发来了一条信息 他对我发的信息里面说的是 让我多自由一会儿 这个话我到手上就是 因为他跟我们到一块 他肯定往他大监狱上去了 所以让我多自由一会儿 自由一会儿 他就是一种不然一复法 为罪行的 段小安明显是在逃避惩罚 可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伤害李成呢 并且还要挟持小庆 目前还不得而知 眼下要赶紧想办法把小庆救出来 段小安已经动刀伤了一个人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伤害小庆呢 而就在这时候里边的小庆呢 也再次发来了求助信息 他的情绪也已经接近崩溃了 再不进来我自己跳 我受不了了 我多待一分我就会多一份危险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如果再不及时处置 下人有可能就走几段 怎么处置呢 警方觉得指望段小安自个主动出来 是不可能了 那就只有他们进去 小庆所处的房间是个一室的 大概25平方的样子 有一个门两窗 警方就想了个方案 当时现场的指挥部 决定让我们的特警队员 从14楼窗外直接锁降到13楼的窗外 在那个窗外呢进行待命 然后呢消防和我们的同事进行破门 他们能不能因为这个破门的声音 吸引这个嫌疑人的注意力 我和我的同事呢 在窗外只要接到命令 马上从房间里边进去 一个人控制犯罪嫌疑人 另外一个人保护受害人 警方想用声东击西的方式 获取救人的机会 但是这个呢很讲究时机 特警队员的动作和反应 必须得快 能成功吗 晚上9点30分 营救方案正式实施了 很快两名特警队员呢 就到了14楼 然后锁降到13楼窗外 等待破门声响 他们冲进去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呢 却没有按照设想的那样发展 我和徐旦两人从14楼 所降到13楼窗外 我就听见我们破门的声音了 听见这个声音呢 当时这个嫌疑人 我从窗外观察到这个嫌疑人 并没有被这个破门的声音吸引 而是呢 直接将这个受害人 拉在自己的胸前 刀子直接抵在这个受害人的脖子上 段小安没中计 情况陷入了危机 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呢 如果现场没有人跟他沟通 如果我和徐旦再不进去 给他说 给他劝导的话 有可能在破门的过程中 就可能伤及到这个 受害人的生命安全 经过短暂的眼神交流 两名特警的立即破窗而入 但是看到有警察从窗外冲进来了 段小安更激动了 师傅你停了你没事 没有这么大的死 没有这么大的出 我跟你说 医院里那个人 医院里那个人 仨都掏着你 医院里那个人 仨都掏着你 往后退 往后退 把进攻卸了 进攻卸了 没有做大事 首先和这个嫌疑人 保持安全的距离 让他不要觉得 我俩进来就是为了控制他 而且呢告诉他 他之前在医院 戳伤的那个人呢 没有生命危险 不要以为 已经杀了一个人了 再杀一个人无所谓 对了 门口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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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说 不要惊 不要惊 你弄惊一口 你发出来 你往外面走 往外面走 往外面走 别跟人家 警察 警察是非常激动 我们过去 快快快 你不要过来 过来以后我就要残忍了 最后就说是 让我跟我们副社长 还有两个脱窗进来的 这两个 这个还是其他人不要 不要 为了消除段小安的顾虑和紧张情绪 只能留几个警察跟他沟通 大家把所有的装备全都去掉 并且呢和他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 希望能够用面对面沟通的方式 让段小安主动放弃行事的行为 你看哈森哥的一句话 我们局长也有点点 就是你把道法还走出去 是最好的 局长也就这样的 你还有谁来哈森 在我和他沟通的时候 我主要是看了一下房间的格局 看有没有徒守 解救受害人的这种条件 但是呢看了一下是没有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站在一个90多的夹角 右边是床 他的左边就是一个沙发 正好沙发隔着我俩 如果我要上前直接徒守 抢夺刀 徒守救这个受害人的话 要通过一个沙发 肯定会影响我的时间和速度 所以呢我第一时间 就是给现场指挥部 包括进来的同事 示意不能强攻 不能徒守控制犯罪嫌疑人 没有这样的条件 不能强攻 只能想办法给段小安做思想工作 那么面对警察苦口婆心的劝说 段小安是什么反应呢 她始终让个女的 始终把她身体在她前面盗 有一个阶段楼的女的脸色都不正常 都发白了 我说你松点 你松点 你还累不累的 脸都发白了 你还能不能松点 嫌疑人当时感觉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感觉他马上又放下刀了 又感觉他马上又开始激动了 情绪反正非常不稳定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虽然警察轮番不停的做工作 段小安的态度时而松动 时而又激动 就是不肯放下手上的刀 就这样 僵持的局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当天晚上11点了 距离街警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小时 现场的警察能感觉到 段小安和小庆的身体和心理 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沟通没有任何的效果 再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这个时候现场指挥的警察们 脸一沉决定启动最后的方案 我们最后给上面领导回报 我们就准备用枪 准备用枪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不由得也会紧张起来 可是段小安和小庆离得那么近 怎么用枪啊 当时我就从房间里边发现 我站的这个位置 可以利用这个墙体的切脚 举枪可以瞄准这个犯罪嫌疑的手 然后我对犯罪嫌疑的手 进行了一个观察 只要在挪动身体之后的两三分钟 把这个手势比较乱动 特警队员们观察得很仔细 可是他也是说了比较 这次在可不长眼 只要段小安这手稍微动得 啪得了一下 或者偏那么一点点 万一造成遇伤人质 臭不堪设想 营救行动能否成功 小庆能不能转为为安 真的就是在此一举了 那接下来特警队员能够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呢 小庆能够安全获救吗 牛奶加花生大力康小厄 银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为了解救人质 警方决定要用枪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因为哪怕偏差那么一点点 后果都是致命的 成败再次一举 大家的心全都悬到了嗓子眼 特警队员的内心更是极度紧张 为了确保方案万无一失 他们在楼道里头做了好几次的国际飞演 行动正式开始了 为了更加准确的瞄准目标 不伤害到小庆 他们首先想办法让段小岸调整了一下位置 你嗓子把师傅的东西拉起 你赶紧就放过来 他降势了 段小岸调整好了位置并且站了起来 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边上的特警队员已经瞄准了目标 我看他调整了动作之后呢 因为之前我就分析过 两到三分钟之内 他的手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要抓紧这个时间 瞄准他的手 开枪 然后我迅速打开保险 瞄准他的持刀左手 瞄准了之后呢 我迅速开枪了 到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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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肉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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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海外一声 海外一声两个头倒下了 火星一扑过去 大死他 我都特别害怕了 哇 两个头倒下 我说是不是 我知道好了没好了 过去以后 赶紧控制他 拿到这个手 拉手 拉手 还没到了 那他已经没啥意识 那种感觉 成衣太泥了 你得那么 给 拉起来拉起来看 说也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我都喜欢 哇 大死我没看到 给他那种成功喜悦 那种 拉到小鼓掌 小喊 小喊 那种 又没机会受伤 哪里受伤了 又没受伤 这没有 这得付一切才 人质被成功地救下来了 而且毫发无损 现场所有的警察 高度紧张的神经 终于得到了释放 只能说特警队员 的确是训练有素 枪法很准 心理素质也过硬 接下来就 要好好了解一下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段小安和小庆 还有李承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怎么就弄成这样了 面对训问 事后平静下来的段小安 塌了口气 说了这么一句话 可能对人太好 也是一种错 对人太好 怎么是错 段小安说 是这样 他和小庆 是在一家游戏公司认识的 当时小庆 正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他是公司负责任的朋友 经常过去玩 一来二去的 两人就发展成了 男女朋友关系了 他是把对方看得特别重 我记得他在这个中间给我打过电话 就说是这个女孩生病了 我说是你看 这个免疫系统的病比较麻烦 也花钱比较多 你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没有结婚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他说是 他可以砸过卖铁 他必须给这个女孩把病看了 因为比小庆大了13岁 段小安说呀 一直以来都是他照顾小庆比较多 他很喜欢小庆 对小庆特别好 就像家人说的 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人家 但是让他痛心的是 他很快发现 小庆居然背着自个儿和别的男孩子在联系 这就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愤怒 据说两个人当时闹分手 闹得很凶 段小安甚至还为此打破了小庆的头 闹到了派出所 那天下午呢 段小安开车去找小庆 他跟小庆约好了来拿自个儿的被子 可是就在他准备敲门的时候啊 他却听到里头有男人的说话声 要是你的话 你会很冷静吗 段小安一下子就感觉到怒火 换上了头 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小庆跟了别人 没想到这还是真的 还被自个儿撞了个线形 他倒要进去看看到底是谁 他不停地敲门 过了好一阵子 小庆还开门 可是进去之后 房间里除了小庆呢 没有其他的人在 比较小 进去房间以后就厨房门关着 他就知道那个男的在厨房里面 他也没有进去 他直接就在外面 给这个男的就喊话说 让他出来 藏在厨房里的那名男子 正是李诚 小庆说 事实上李诚和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但是他很了解段小安那脾气 不希望他误会 殃疾无辜 才让李诚躲到厨房里的 但是段小安不这么认为 他朋友我都认识 我的朋友他也都认识 那包括我进去那藏什么 对吧 据说当时段小安要求小庆交出手机 他要查看小庆跟李诚的聊天记录 他觉得呢 和小庆保持暧昧关系的人就是李诚 两个人分手 就是他导致的 可是小庆的坚决不同意 于是他就冲进了厨房 因为段某这个是身体比较强壮 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受害人就给支付了 李某受伤之后 趁段某打电话的时候多忙逃跑 逃脱之后的李诚呢 或许是因为害怕 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段小安就是伤害自己的人 而这个时候呢 段小安也意识到自个儿闯了大祸了 不敢面对 于是就把小庆和自个儿关了起来 那会儿就不希望任何人打扰 段小安的说法是 他当时只是想跟小庆聊聊的 也让自个儿冷静一下 但是他没想到会激动警察 更没想到这事情最后失控到那个地步 事后对于自个儿呢 他是这么总结的 其实还有个情况 也可以说明段小安的偏激性格 原来在2016年的时候啊 段小安就跟当时的一位前女友也产生了矛盾 他曾经非法拘禁那名女子长达70多个小时 被法院判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段小安已经是有过钱喝的了 可是他还是不思悔改 其实在生活当中 包括感情中出现了矛盾误会 这都是难免的情况 作为成年人得学会冷静沟通 寻求和平有效的方式去解决 避免矛盾升级 而不是像段小安这样 以加深伤害的这个方式去处理矛盾 那样的话只会损人又害己 让事情走向更加无法挽回的地步 牛奶家花生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如果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